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里头选一个质量的基数 这质量的基数是等于这个物体的密度乘上它的体积 如果这个是它的转轴 那么这个质量基数对这个转轴的垂直距离是R 那么它对这个转轴它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转动惯量 它是等于R平方DM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的话 它就变成Rho R平方DV 要基整个的Volume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转动惯量求出来 好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 怎么样子做 怎么样子用这个 比如说这是一根细棒 很细的棒 很细的 很粗的话 不能用等等不能用这个方法 很细的棒 它的质量是均匀的 它总共的长度 我们现在假定 它绕这个轴在旋转 绕这个轴旋转 那么这个轴距离这一端呢 是H 它整个长度如果是L的话呢 那么它这一端呢 就是L -H 那么这个是它全部的长度 它的质量是M 总质量是M 那现在我们要问 它绕这个轴旋转的时候 它的转动惯量是什么 我们要求 求转动惯量 好 那你现在就想 我们学过哪一些 求转动惯量的方法呀 这些都是定义 这是 指点呈点状分布的时候 用这个 这个是物体 它的指点做连续分布的时候 用这个 那现在这个物体是属于哪一类呀 哪一类 属于这一类 对不对 连续分布嘛 我们就是用这个式子 你先写这个 你分辨出 你分辨出它是属于哪一类 我们就用这个 我告诉过你 第一个式子最重要 我们人家看了你第一个式子写出来 就知道说 你这一题你是将 你是用什么方法来解谈 你看就知道 然后呢 你就开始用它 你怎么用它呢 这里是 你一定要取一个质量的基数 要取一个质量基数 那怎么取呢 那就是距离这里 转轴垂直距离为R的地方 取一个小小的质量 那么就是取在 比如说我现在取在这里 那怎么表示它呢 你要把它的位置表示出来 它的位置是距离短轴R远 那么它 这个是一个长条状 长条状 那么这个长条状的这个长度呢 这个是R 这是R的增量呢 叫做DR 那么这个是它的界面积 接面积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取质量基数 质量基数 这个这两个字哦 Element的意思 就是一个基数 EM 它是等于密度 乘体积 第二乘这个S 就是体积 就是体积 那你这里要注明一下 S 为 细磅 之界面积 然后啊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把它带到 第一式里面去 I 这个时候 它就等于R是个长数啊 S也是个长数 就是说它这个细细长长的 它的界面积都 都是同样的一个界面积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带进去就变成R平方 DR 你要积整个这个 长度都要积到的话呢 那这个要从哪里到哪里 从这里 这里 一直积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在变呢 就是R在变 R从负H 积到正的L减H 负H 到L减H OK 列出来以后 我们就积分了 R平方DR就是 三分之一 RhoesR三次方 这个积分就是R三次方 三分之一R三次方 从负H到L减H 那现在就把 这个 带到这里 这个带进去 它就等于 三分之一 rho s l 减 h 的三十方 减掉一个 负 h 的三十方 我们先不算它 我们先看 假如这个轴 是在 一端的话 在这一端 这是P端 如果转轴在 棒的一端 把这 h 等于零 如果它的位置在这里 那它距离这个地方就没有 没有距离了 就是零啊 那么 i 就等于 我们把这一点当作 P点 i p 就等于 你把这个 h 用零来带 它就是三分之一 转动惯弹就是这个 h 经过轴 一端的话 是这个 如果它是经过 棒的终点 终点 o o点 如果经过这一点 h 等于 二分之L 二分之L 那么I就等于呢 I about point O 它就等于三分之一 Rho as 成上 L减二分之L 二分之L 三次方 减掉 H是二分之L 负的 二分之L的三次方 这两个都 这三次方还是负负负的正 八分之L加八分之L 就是四分之L 那么拿出来的话 就提出来就变成十二分之一 Rho as L Q 那这个就变成 十二分之一 M L平方 所以同样一个东西 同样一个物体 你旋转的时候 所绕的转轴不一样 你的转动惯量就不一样 记得它转动惯量不是一个定值哦 看你绕哪一个轴旋转 你们学维基分要好好地学 很多 我们 有这种 各种 规格的物体 它的几何形状是有规则的 像圆柱体啊 球体啊之类的 那它的转动惯量呢 都是由维基分求出来 以前我们在大一的时候 转动惯量是在维基分课程里面学的 维基分的西题要我们做的 所以你回去以后啊 你维基分一定要好好学啊 你维基分学不好啊 那你物理也学不好 你什么都学不好 像这个是 举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个圆柱体 圆柱体 我们有一个空心的圆柱统 感谢观看 这个是轴心 那我们说 它的内半径 叫做R1 外半径 是R2 它的长度 或者它的高度 是H 它的质量呢 是均匀的分布 就是R1是一个Constant 它现在绕这个转轴旋转的时候 要求它的转动惯量 你们可能维基分还没有学到这里 所以我先做一个示范的说明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你们还没有学到这个 这个时候要求转动惯量 那你拿到这个问题 还是分析一下 这个是指点 一点一点的分离式的分布 还是说连续的分布 连续分布 连续分布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连续分布的转动惯量 我们要用这个式子 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的步骤是怎么样呢 我要先取它的质量激素 先取一个质量激素 取质量激素啊 不管是长度激素 面积激素 还是体积激素 这个一定要靠你 多做题目 以后你才会知道要怎么取 有时候我们讲话 说出来啊 说不清楚的 你只要自己去体会 体会 所以你一定要做西题 去体会 像这种DM 我们要这么取 我在这里 取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圆圈 这里连下来 就成为一个面 一个圆柱面 这个半径呢 是R 然后啊 再取一个半径 是R加DR的一个半径 DR就是很小很小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外头 然后再取一层 也再也把它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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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当中就会构成一个体积 小小的一个 一层薄壳 圆柱壳 那么这个厚度呢 就是DR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DV 这个薄的圆柱壳的体积 就是DV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了 我现在要取 DM 它是等于密度乘体积 这个薄柯的体积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这是 它一个内壳 内壳就是2πR乘H 内壳 2πR乘上H 然后再乘上它的厚度 它厚度DR 因为这个厚度很小很小很小 几乎趋于零了 才可以这么做 你厚度如果是一公尺的话 你这个乘一公尺并不是它的体积哦 它是很薄才可以 基数才可以 那么我们把它带入第一式 那我们就得I 要等于八成 同数拿出来 2I H Row 拿出来 里头就是R 三次方 DR R是从R1 到R2 OK R1到R2 就从内壳 内半径积到外半径 然后把这个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什么 四分之一R的四次方 四分之一跟这个2约掉 就变成2 Pi H Row 里面是 我们先这么写 R四次方 从R1到R2 那么它就变成2 Pi H Row 你把R2带进去 它就是R2 四次方 减掉R1 四次方 那么 整个这个 壳的质量 整个圆柱壳的质量 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它整个质量是等于 整个圆柱壳的 这个 密度 填上 圆柱壳的体积 圆柱壳的体积啊 我们就可以写成 I R 2 平方 减掉 R1 的平方 就是 这一块 整个面积 减掉 这个面积 就变成 薄薄的面积 再乘上高度 H就好了 那么 它就等于 Rho I H R2 Square 减掉R1 Square 那么 我们现在可以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也有了 这个可以变成 R2 平方 减掉R1 平方 再乘上一个 R2平方 加R1 平方 所以 我们就知道 I 是等于 二分之一 这个是M 然后理说就变成R2 平方 加R1 平方 这个 空心圆柱壳 空心圆柱体 它的转动观念 就是这个 我们 我们再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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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R1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十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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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R1 等于零 零吗 十星圆柱体 这个是零 那么 还有就是R2 等于R 那么I 就等于 二分之一 M 二平方 二分之二平方 圆柱体啊 圆盘啊 都属于这一类的 如果 如果 R1 等于R2 等于R 就说这个 R1跟R2 一样了 那就是一个 薄薄的 很薄很薄的 一个 圆柱壳 很薄的圆柱壳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两个都一样啊 两倍啊 被它一除的话 这 被二除的话 这 I 就等于 M R平方 这里头就讲了三种 三种 东西的 转动惯量 我们就不多 计算了 因为 你怎么取这个 怎么积分 怎么取这个 激素 你们 目前还没讲到 大概你们现在 还在讲什么 什么 limit 之类的 那么 书上面呢 你们书上面有图 各种有规则的物体 它绕某一个 轴转动的时候 它的转动惯量是什么 那么这个图上面都标示出来 都标示出来 那你们要用的时候呢 就去 翻 翻这个图 那么 做题目的时候 你要用到某一种 形状的物体的转动惯量 你可以从这个图上面去看 考试的时候也会告诉你 或者说把这个图给你 你自己去找 好 那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这就是求 转动惯量的 连续分布 物质 求转动惯量的 一种方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 继续的 往 继续的看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 再一次我们 不是 讲到这个狮子吗 一个系统 受外力举的话 它产生的 结果就是 external talk 它是等于 i alpha i alpha 这个形态跟 我们以前讲的 指点的牛顿第二定律 应用在指点上面的 牛顿第二定律 很类似 对不对 那我们就在这里就称它 转动的牛顿第二定律 好了 那我们现在有 如果一个 系统里面 它的物体 有的移动 有的转动 那你这两种 都要考虑 好 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对다는 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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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半徑VR的一個圓盤 就是一個圓柱體 它的總質量假定是大M 總質量大M 那現在呢 我們在這個盤的邊緣呢 纏繞著好多好多圈的細線 這個線的質量不計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細線呢 這一端抽下來 好 在這個地方呢 細掛 懸吊一個質量為M的物體 起初它也不動 這個物體也不動 我們用手拖著它 讓它不要動 之後呢 我把手拿開 這個物體就開始往下掉 這個圓盤呢 就開始旋轉 我們假定它的摩擦力都不計 就是這個轉軸的摩擦力不計 那現在我們要問 這個圓盤掉下來 距離它原來的距離 H高 從這裡往下掉 掉了H公尺的時候 它的速度等於多少 就這個時候 這個物體的速度是多少 好 那你要怎麼做 怎麼做 怎麼考慮 拿到這個題目以後 你要怎麼下手啊 我說過你要下手 你要從它問的問題 它問你速度是什麼 我們以前學過什麼速度啊 怎麼求速度啊 運動學 v等於dx over dt 或者dy over dt 這是做直線運動 那現在呢 它在y方向運動 那v可以等於dy over dt 但是你要用這個算v 但是你要用這個算v的話 你要知道它的y 就是它的y軸上的位置 與時間的關係 知道才能為分啊 對不對 現在知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這條路就走不通啊 還有呢 這條走不通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從牛頓運動學嘛 牛頓運動學怎麼說啊 你知道起初狀況 知道加速度 就可以求末後狀況 對不對 這個是求什麼 求末後狀況啊 末後它到達某一個位置 它的速度是多少 好像可以做 但是我們現在只知道起初狀態 在這裡的時候 它的位置 算y等於0 我們等等取坐標哈 速度等於0 但是它的加速度是什麼呀 現在不是自由落體啊 它有一條繩子拉著它啊 所以這個加速度不知道 好 加速度不知道 你沒有給我 但是我可不可以算出來呢 如果要算加速度 我們可以用什麼 現在當然不能用 運動學了 運動學就是要加速度嘛 好 那我們就用什麼 動力學 牛頓第二定律 牛頓第二定律說 你如果知道外力 這個物體的外力 你就可以求出它的加速度 因此啊 我們就要從動力學來求它的加速度 所以我們這個要先說 我先從動力學求物體的加速度 等一等加速度求出來 我才用運動學來求速度 這個用來畫圖 我就寫到這一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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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學 動力學 動力學就是牛頓第二定律 列出來的事 你要用動力學 你就要一定把這個物體獸的外力 要畫出來啊 你外力要畫出來啊 你們就是不會畫外力 現在就是要訓練你畫外力 這個物體受哪些外力啊 哪些外力 你要先考慮它什麼力 超距力對不對 MG 好 超距力考慮完了 我們要考慮什麼別的力啊 接觸力 什麼東西跟這個物體接觸呢 繩子跟它接觸啊 繩子接觸就是有張力 有tension tension 好 這就是物體的外力 所以 地圖就是指這個啊 地圖就是指這個啊 物體的力圖啊 如 比如說 右圖或者上圖 右圖或者上圖 所示 然後呢 我們就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來列式子 sigma f f y 現在是y方向 我們把座標列出來 等等要用到運動學 我們就把座標 用出來 列出來 y軸 這是y等於0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這是y0 這個是y 軸 軸你要自己射喔 不是老師要射給你喔 你需要定它的位置 就一定要有一個座標軸 好 然後sigma y等於什麼呢 它是等於t-mg 要等於ma a你要畫出來 我們知道這個物體啊 是往這個地方加速 因為這個是朝上是正 朝下是負啊 你a是朝下 所以我們要用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裡面有兩個位置數 一個是t 一個是a 都不知道 當然你一個式子 沒辦法解啊 我們還要一個式子才可以解 另外一個式子從哪裡來 這個x方向又不受力 就看這個圓盤 物體在掉下掉落的當中 圓盤就開始怎麼樣 旋轉對不對 圓盤的轉動運動有改變啊 轉動運動有改變 它一定會受力矩的作用 所以我們就還要利用圓盤的動力學 所以我們就還要利用圓盤的動力學 你圓盤要用動力學的話 你也要把圓盤上面的外力畫出來啊 圓盤受哪一些外力呢 圓盤受的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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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子跟它接觸 所以繩子呢 有一個張力 這個張力跟這個一樣的 方向正好相反 圓盤 我們假定這個輪軸這個地方叫做歐 然後我們就 有 有圓盤 這時候轉動我們是要看 Sigma Torque 這個Torque是 一維的 它不是逆時針旋轉 就是順時針旋轉 現在是做什麼方向的 逆時針方向 它是對歐點來看的 對歐點來看的話呢 它的力矩 就是R Cross T R跟T的 夾角是90度了 所以它就是T 乘R 這個力沒有力矩 因為它經過軸 沒有力矩 這兩個都經過軸 沒有力矩 好 那麼力矩就是這個 要等於什麼 等於Iα 它的α是這邊 這邊 所以它是等於Iα I I也是對歐點來講的 Iα 多了一個式子 它多了一個式子 它又多了一個α 你不知道 腳加速度 不過這個時候的腳加速度 跟物體移動的速度 加速度有關係 因為這個物體 因為這個物體掉下來 一公尺的話 它這個腳 這個 從這裡轉過來 這個路徑也是一公尺 所以它越來越快 這個Omega也越來越快 它做加速運動 這個圓盤也做等加速運動 那也就是說 它這個地方的速度 就是這個輪圓的速度 就是輪子邊緣的速度 所以它的α呢 它切線方向 這就是切線方向的加速度 這個速度就是這裡切線方向的加速度 跟α就是等於Iα 好 我們知道 A要等於Rα 好 那麼IO 這個圓盤的話 告訴你是圓盤 就是剛剛我講的那個圓柱體啊 十星的圓柱體啊 它就是二分之一 CmR² 好 你列完了 現在我們就來解這四個 四個equations 比如說我可以把 equation3跟equation4 代入equation2 那就得 P R 要等於 二分之一 mR 平方 乘上 R分之一 好 這個就等於什麼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R R A R A MRA 好 這兩邊 R約掉 我們解除它的tension 等於二分之一 mA 可以 再把第五詩 帶到第一詩裡面去 好 那就是二分之一 A M A 減掉 小mg 要等於 負的 M A 好 我們把這兩個 A的項 A的項 歸併在一起 大家都乘一個 2 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得 A是等於 A M 加 2 M 分之 2 Mg A 那麼 你求出來 A是正的 就表示你 當初 假設這個方向是 對了 它是往下的 記得它是往下的 然後呢 這些都是定值啊 所以它是等於 定值 加速度是定值 就是什麼運動啊 等加速運動 所以物體做等加速運動 為什麼要寫這句話 因為你等於要用到等加速公式 等加速運動公式 你要確定它符合這個規則 規定 它有這個資格 它就是加速度是定值 所以我說你要用一個式子 要確定它符合這個規則 符合這個資格 好 現在我們就可以用等加速運動公式 V平方等於V0平方 加2A Y-Y0 有了這句話你才可以用它 用它才不會錯 知道吧 如果你沒有確定是這樣子 它是個可以改變的加速度 你用這個算出來就錯啊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值代進去 這個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它V0呢 是0 我們在這裡寫一下 V0等於0 A呢 注意了 注意了 A是這個 但是這個式子裡頭的量啊 都是向量 都是向量哦 所以這個時候的A是等於負的 2MG M 加兩倍的小M 負號要緊缺 因為它是向下的 好 Y0等於0 在這裡 那麼Y就等於什麼 在原點下方 H生 就是負H 好 你這個確定以後呢 你就把這個值帶進去啊 帶進去啊 V V 平方就等於這個是0 好 減掉 兩倍的這個 4倍的MG 大M加兩倍的小M 負H 減掉0 負負得正 所以V呢 就等於 正負 更號 4倍的MGH M加二 因為它是開平方嘛 正號負號都可以嘛 那現在你要取正的還是取負的 這個答案要取正取負啊 正負代表什麼意思 正是速度向上 負呢 向下 取正還是取負啊 啊 取負號啊 取負號啊 啊 就是說物體是向下運動 欸 所以這個例題本來很簡單啊 啊 你要照你們的做法 如果你會做照你的做法 兩下子就寫出來了 但是 你有沒有表達得清楚啊 有沒有把你的思考方式表達出來 啊 有沒有把藥領畫出來 外力有沒有畫出來啊 你柿子有沒有列出來啊 然後它的正負號 因為意味運動正負號是表示方向 你有沒有把這個正負號 你有沒有把這個正負號 把它確定啊 我們做一個題目啊 要這樣做知道嗎 不要媽媽呼呼做 不要媽媽呼呼做 我每一步都是很 很嚴謹的 所以像這麼簡單的題目 我花這麼久的時間來跟你講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 就是教你 以後做事情 處理問題 一定要很嚴謹 要有根據 一步一步都有根據 然後表達得要清楚 我講的慢就是這樣子 我講課啊 比人家慢就是這樣子 我講得很仔細 這就是你們要學習的重點 書上啊 它不容易表達出來 要把這些話都寫出來 這個篇幅要多長啊 它不可能有那麼厚一本書啦 只有講課的時候 給你講得很清楚 然後你還要 回去要用它 然後這一套東西 才算是你的 你才學會了 如果你聽了個半天 回去也不做西題 做西題也不照這個方法做 就隨便亂做 那等於白上課了 那我在這裡 講了個半天 而一對著空氣 亂講話 大家都浪費時間 所以 你要珍惜這個機會 你好好的學 然後回去好好的用功 你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你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啊 我講得很慢 但是就是希望你能夠懂 我講得再快 你題目懂也沒有用啊 我現在 把這個題目改一下 把這個題目改一下 你們以後也是做題目 我把這個題目啊 改一下 以知數變成未知數 未知數變成以知數來做一做 你能夠改變個兩三種形態 就等於一個題目啊 你做了兩三個題目 對不對 好現在我們把這個題目改一下 變成這樣子 是嗎 是嗎 还是这个题目 还是这个轮子 还是这个圆盘 我现在不是 它还是有绳子 倒在这个圆周上面 还是有人缘上面 这个时候啊 我不是掉东西 我是把这个绳子 用一个外力 用一个定力来拉它 用一定的力量来拉它 现在要问 踢秒钟 经过踢秒钟 这个圆盘的速度 是等于什么 它总共转过去 多少角度 圆盘是从静止开始 静止开始 是啊 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秒钟 它的角速度是什么 它转过去的 转过去的这个 角度是多少 怎么做 从它问的问题里面要问 角速度一个是问 这就等于 脚的距离 这就是 转动运动学 对不对 转动运动学跟运动学一样 你要注意三样东西 起初状态 脚加速度 然后再是末后状态 起初状态知道了 起初圆盘静止 θ0也等于0 ω0也等于0 α不知道 所以T秒钟以后 它的位置跟角度 你就算不出来 它没有给我们α 我可不可以求α呢 如果要求脚加速度 这就是要用动力学 要用到转动动力学 要用到转动动力学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把这个物体 所受的外力画出来 你就先写说 我要先求α 简单写 就是先求α 你要把 要用什么求α呢 我们要用这个求 sigma talk external 要等于iα 我说过第一个式子 最重要 看你第一个式子 就知道你要 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来解这个题目 我应该画在这边 画在这边 现在我们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外力 超距离 然后normal force 它的摩擦 不济 然后这里有个接触力 这个接触力就是这个 所以你这边拉它的话呢 这个没有质量的绳子 就会把这个力啊 碰到这边去 这个我们就不画了 就是这个 或者你把它画出来也没关系 就说这个力啊 实际上呢 传到这里去 它对于欧典来说 它的external talk是什么 我们有E为运动 normal force跟mg都没有力举 因为它经过转轴 那只有t有 所以f有 所以它就变成f 乘r r cross f 方向朝这里 就表示这个圆盘是怎么转呢 这样子转 所以 它的alpha是朝这边 它等于i o about i about pointo 成是alpha 但是这个式子里头 这个式子里头 你现在可以求什么 求alpha 我们把这i顺便就带进去了 它等于2分之1m r平方乘上alpha 所以这个时候的alpha就等于 两倍的f overmr 当然它的单位就是radians per second square radians per second square 但是这里都没有告诉你单位 你就这么写就好了 好 知道alpha以后 我们就用 运动学 转动运动学来求 我们不过要先确定 这个是什么 是定值 是定值 因为mr是定值 f又是定值 因此这个圆盘做什么运动啊 等脚加速的转动 对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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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们求它的omega omega 要等于omega0 加上alpha t omega0 等于0 所以它就等于alpha t 就是这个 你只要告诉我t是什么 几秒钟 我就知道它的omega是多少 再来呢 就c它 好 这两个都是0 就没有了 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一 那就变成f t平方 你告诉我t几秒嘛 我就知道它 转过去的角度是多少 如果要为你转过几圈 几转 那你就把这个 如果你本来用弧度表示呢 你就被二拍来除 那就是多少赚 那就是多少赚 对不对 这类题目要怎么做 是不是乱做啊 不是啊 你先要考虑很多东西 你考虑熟了的话 你做的这个经验很熟的话 像这种考虑啊 在脑筋里一闪就闪过去了 不需要像我是用话讲出来 才讲这么久啊 你经验老道的话 你经验老道的话 一下子一闪过去就想出来了 我现在再把这个题目换一下 变成这样子 我把这个圆盘 稍微测一点 稍微测一点看 旁边这个旁边还是绕了好多好多扎的细线 然后把这个线头从这里抽出来 然后把它固定在天花板上面 这个半句是R 质量是M 我先用手托住它 让它不动 静止不动 然后我把手一放啊 这个圆盘就掉下来 它一边往直心往下 一直掉 圆盘同时在怎么样 在旋转 对不对 现在要求 圆盘直心的加速度 与这条细线的张力 花板会噢 花板会噢 来一边 看 我们来看看 你現在要怎麼開始做這個題目啊 從哪裡下手 你們以前做題目都是 馬上想我哪裡看過他 那個地方怎麼怎麼做 哪一本參考書看過 或者哪一個老師講過 他怎麼講我就怎麼做 如果也沒有參考書寫過他 也沒有老師講過他我就放棄 以前你們做題目啊 很多都是這種態度 所以很難的題目 你會做因為老師做過 很簡單很簡單的題目 老師認為不要做的 書本也認為這個不需要寫的 考出來就不會了 因為你放棄掉了 那你還學什麼東西 以後你看的東西都是老師講過的嗎 都有書本記載嗎 沒有啊 所以你要用自己的思考 用你學的方法去解決啊 你從問題來看 他要你求什麼 求加速度跟張力 有力的話他就是一個動力學的問題 對不對 有加速度就表示他不是平衡啊 他是不平衡的問題啊 那我們就是用動力學來做 那首先我們就看 我們動力學有兩個 一個就是 一群指點的動力學 我們以前說過 一群指點 受外力的合力 他會產生加速度 什麼位置的加速度 才可以用牛頓第二定律啊 直心對不對 要把所有的質量集中在直心 這個時候才可以用F等於MA 對不對 記不記得講過這個 現在要用 好 我們先用這個 再講第二個 那你要用動力學的話 你就要用 你就要把 力圖畫出來哦 好 我們先寫這個 現在是大M 一群指點 大M就表示所有的質量 都集中在直心 然後直心會有一個加速度 嘿 這跟 SigmaF等於小M乘A 有什麼不一樣啊 牛頓第二定律啊 用在哪裡啊 用在直點耶 不能用在這個大物體耶 不可以用耶 大物體的話要 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全部的 質量 當作集中在直心 直心有個加速度 這個時候才可以 用這樣的 我們就先把 外力畫出來啊 它受哪些外力 超距離 你 你永遠這麼考慮 就不會錯了 先畫超距離 然後畫什麼力啊 接觸力 對不對 什麼東西跟它接觸啊 繩子跟它接觸啊 那只有繩子有力啊 那就是 tension 好 那我們現在是把 所有的 質量M 當作集中在這裡喔 那它的 加速度呢 是朝下的 這時候 再進去 這個時候是在y的方向 他是等於t減掉 mg 要等於m 乘負acm 一式 但是這裡有兩個位之數 這兩個都是我們要求的 你在一個式子裡 就沒辦法求了 我們還要第二個式子 找哪一個式子啊 他除了移動改變之外 還有什麼運動在改變啊 轉動對不對 轉動 rotational motion 有在改變 所以我們要用轉動的動力學 轉動的動力學 那我們現在 就取這個 我們用這個 好 external 等於i alpha 用這個式子 第二個要用這個式子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 就看看 它的alpha 你把這一點 當做靜子 對這一點來講 它的alpha是朝這一邊嘛 你不管是 把這一點當做轉軸 這個力學作用 它的alpha也是朝這裡 你把這個點當做一個 這個物體做純轉動 然後 往這一邊掉下來 這個alpha還是這個 腳加速度還是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看你要 對哪一點 比如說 我現在對p點來說 這是p點 這是o點 p點瞬間是靜止的 瞬間靜止的 它不斷掉 但是就算你這個物體 瞬間是讓這個p點在旋轉的 好 ok 好 那麼 我們就可以寫 sigma p about p about p 它用p做 p的話 都可以做 p用o都可以 不過就是說 比如說 你用這個p的話呢 它的轉動慣量 要用另外一個 平行軸轉換原理 所以 還沒講到 那我們就用 sigma talk about o 對o點 o點旋轉 那這個力 那這個力經過o點 當然沒有力矩了 這個力有力 那就是t乘上 2 這個要等於i 它現在轉動是對o點呢 alpha 這個alpha就是那個 那個方向 好 好 那麼 我們要把這個i i寫出來 iO 2分之1mr 平方 那alpha呢 alpha跟A有 acm有關係 好 比如說 它要繞這一點旋轉 到這一點旋轉 那麼 這個alpha是這個 alpha是這個 這兩點有相對運動 相對運動 那麼對這一點來講 它瞬間也是朝這邊有個alpha的角速度 這個輪圓也是朝這邊alpha的角速度 所以這個alpha跟acm 同樣是這個半徑上面的 所以它就等於 acm要等於capital r乘上alpha 它就有這個關係 好 我們把這個 帶入第二式 這個 是 這個 是 這個 是 二分之一mr平方乘上acm of r 所以t就等于二分之一macm 第三式 三代入第一 我们就得二分之一macm减掉mg要等于负的macm 我们这两项合并拿过来就变成三分之二 变成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m通通约掉了 所以acm就等于三分之二g 把这个带入t 这个带入第三 那我们就得t是等于三分之一 所以你按部就班 按照原理来考虑来列柿子 这个题目一点都不难 否则你要怎么去想它呢 怎么去想啊 你没有根据 你思考 方法都没有根据的话 你怎么去想它呢 这是我举的三个例子 底下我要介绍 转动的动能 转动物体 受外力举作用的时候 然后它的功是什么 怎么表示法 OK 还有它的功率 是怎么算法 转动动能 转动动能 我们先看一个指点 好了 我们看一个物体 这个物体 绕着这个轴旋转 那么 我们看它其中一个指点 比如说 这个指点 距离O点是RI 它的质量是MI 那么它因为做的是转动啊 所以它有一个 Omega 角速度 还有一个切线速度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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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指点都一样 在这一个瞬间 这个指点的动能 指点的动能 我们说 E-K-I 第i个指点的动能 i个指点的动能 是等于 二分之一 M MI MI VI Square 对不对 好 那么VI跟Omega 有什么关系啊 VI跟Omega 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又等于 二分之一 MI RI Omega I 的平方 所以呢 它是等于 二分之一 MI RI Square Omega I 平方 那MI乘上 RI Square 就是那个指点 对转轴的 转动贯量 二分之一 I 对这个转轴 我们写 知道这个转轴 这个要写 I 第i个指点的转动贯量 所以 它动能的形态 你看 这个形态跟 它移动的形态 动能形态 是不是很类似啊 很类似 对不对 那就是 移动的时候 指点的质量是M 转动的时候 要讲究转动贯量 转动贯量 指点的质量相当于转动物体的转动贯量 那么 V 相当于 Omega 所以 2分之MV平方就是2分之1I Omega I平方 好 那么整个物体来说呢 它有好多好多个指点啊 M1M2M3M4啊 那全部的总动能是多少 EK 那是Sigma 那,E-K-I,这个全部加起来 抱歉这个没有I,Omega没有I 那么,它就是,你从这里开始也可以,从这里也可以 它就是二分之一SigmaMI 好,这个就等于二分之一IOmega平方 这个时候的I就是整个物体对O点的转动惯量 这是它动能的形态 动能的形态 好,现在我们再看它的功 这是,呃,动能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看一个物体 它受的力 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看转动 就是我们外力举对这个物体做作用 它的功是什么 功是什么 好,我们从这边开始做 我们从这边开始做 如果这个物体 它的第二个值点 受的外力 是F External 外力作用在这个上面 那么它的 它的 对O点 它的半径是R Ri 对Ri 然后它作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位移 这个很小很小是DS DS 我画太小你都看不见 我故意画大一点 其实它是很小很小很小 它从这里转过去的角度 是D Theta D Theta 好,我们先来看 这个力对它做的功是什么 It's the word 有F 这都是代表 F I 或你 Ds From position 1 to position 2 Position 1到 position 2 F.ds呢 就等于F在Ds方向上的投影层Ds 相当于这个 我们写F I tangential component Tangential component 就乘Ds 这个已经是存量了 它要乘到这个夹角的 余玄函数就是这个 From 1 to 2 From 1 to 2 那现在 这个是利做的功 利做的功 如果我们乘一个 这里 这个利 乘一个RI的话呢 那就变成利矩 对不对 乘一个RI 就变成利矩 我现在可以把这个 D 把它 我用这个 先用这个做 Ds 是等于RI 乘Dθ 这个 是RI乘Dθ 那么现在它是从θ1到θ2 好 RI乘上FI呢 是利矩 是这个利矩 所以它是等于 所以它是等于 Toc I 第二个值点就是Toc Dθ from θ1到θ2 这是一个值点 值点的功 如果用利矩来表示 就是利矩乘Ds 如果用利来表示 就是F2 F.ds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用向量表示 也可以用向量表示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Toc I Dθ from θ1 到θ2 那么 它这里头不止这么一个值点呢 有无限多个值点呢 我们把每一个值点 外力对每一个值点做的功 它的向量和 就是总功啊 那么 总功 我认识到 我认识到 總共 這個我們再寫一下 變成這個 變成 top eye 變成top 就是一樣的東西 那麼我們就寫top 那麼它要等於 這個裡頭 全部的 向量和 這個 就是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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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